上午9点,韩德军接班人曝光,两米二五魔术或加盟浏览,杜峰恐怕不答应。 哈喽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明聊球,我是小明。 在视频的开始呢,还是烦恼各位喜欢CBA的体育迷给小明的视频,点点赞,点点关注,谢谢大家。 和大家说一下CBA的最新情况,大家都知道目前CBA的几乎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, 可以说目前来说整个几乎赛非常激烈精彩,目前来说几乎赛已经打进了决赛, 就在之前,刘宁队内广东的几乎赛也受到球迷高度关注, 最终刘宁队是3比0横扫广东进入决赛,也是为所有的观众贡献了一场精彩的表现。 作为刘兰的绝对核心,韩德军可以说目前来说年龄偏大, 作为大韩来说,他虽然说能力非常强,但是年龄偏大之后呢, 他的一个篮下统治力确实有所下降,很多球迷非常期盼, 韩德军的一个接班人能够真正的浮出水面。 就在之前也是据媒体报道,刘宁队呢,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引进目前来说, 吸引于NBL球员刘传星,这名辽民25的内线大将,很有可能空降浏览。 因为目前来看,刘传星在整个NBL发挥并不是很好, 而且出场时间比较少,所以说作为刘传星来说, 他很有可能在下个赛季回归CB,作为球迷来说, 也是非常期盼刘传星能够回归,之后呢,加盟一个有势力的球队, 虽然说之前也是有媒体曝光,刘传星很有可能加盟刘兰, 但是作为刘兰来说,他如果真的去引进刘传星的话,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,因为目前来看, 大韩很有可能最近几年有可能退役。 刘传星呢,作为一个2米25的绝对内线核心, 他加盟对于整个内线确实有个比较好的保障, 作为喜欢刘传星的体育迷来说,刘传星加盟自然是好事, 但是呢,杜伟呢,很有可能不会答应, 因为大家都知道,刘传星呢,是出自广东清训, 目前来说,广东队想要去签卫刘传星的话, 可能更加方便一点。 所以说,不管怎么说吧,我们希望呢, 刘传星能够在回归CB之后呢,能够加盟一支好的球队, 能够帮助球队冲击冠军。 好了,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,下期再聊。